刚才个别国家代表发言提到南海问题 联大本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合 但对于有关错误言论 中方必须做出严正回应 首先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为中国历届政府所坚持 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中国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此为名 损害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第二 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仲裁庭越权管辖 王法裁判 中方不接受 不参与中裁 不接受 不承认 所谓裁决 也不接受任何基于 该裁决的主张 和行动 处理南海问题 谈判协商是现实有效途径 第三 人爱交历来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非方的侵权 挑衅行径 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问题 愿就管控人爱交局势 与非方进行商谈 第四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 中国将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 东盟国家一道 加强对话 排除干扰 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推动早日达成准则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